画面中正在演奏首分琴的人叫道无然对山汉 作为首分琴教师 首分琴维修师和首分琴收藏家 在别人眼中 49岁的他是个地道的琴池 30年间从国内到国外 他收藏了1200多台首分琴 近日在新疆塔城市首分琴博物馆 他向记者讲述了自己与首分琴的故事 我自己也是个首分琴爱好者 喜欢我自己家也收藏了1200台首分琴 也可以说我们中国首长首分琴 数量最多的人 在道无然对山汉眼中 每台首分琴都有着自己的脾气 不同的品牌 产地 甚至内部构造 黄片的数量等等 这些都会影响到首分琴的音色 而这也是他为之着迷的地方 这台琴是三排黄 三排黄就是三个黄片 还有四排黄的 五排黄的 个人不一样的 还有手工作的木头琴 还有海鸥的帅卡 北拉罗斯亚 乌克莱纳 俄罗斯亚 很多年代不同的琴 因为是 我就把这些美台琴一打开里面 他的黄片里面全都是不一样的 独特的 独特的 他就在这个舞台上面演奏的 他就和一个人和一个人的脾气 一个人的穿的衣服 一个人的说的话 都是不一样的 1982年 九岁的道悟然 对山汉第一次见到首分琴就喜欢上了他 两年后 父亲省吃俭用给他买了人生中第一台琴 自此 他每天就听着广播 对着电视机找旋律摸索着弹琴 直至初三考入塔城师范学校音乐班才接触到正规的首分琴专业知识 因为特别爱惜琴 他很容易就发现琴出现的一些问题 并将它仔细修理好 这也让他掌握了娴熟的修琴记忆 90年代初 塔城开放了巴克图口案 他也闷生了去国外找琴收藏琴的念头 我是维修 收藏收封琴 我用我的命去扛着 在白天晚上我在 晚上我在伊维克火车里面 白天我在收琴 有的时候我在国外 两三天没有吃过饭的时间 有啃着弹 喝点矿泉水 是那样子的时间有过 因为收集这些收封琴很难 很难 我把这些有些情从纽绝里面 寄屋里面 有些情我从草获上面把它们揪出来的 收藏的数量不断增加 道无然对山汉索性 将自己140平的房子腾出来 专门安置这些宝贝 自己一家人则在外租房居住 他还将地下室打造成收封琴医院 一些老旧残破 阴色不全 不同年代品牌的收封琴在这里 其次回生 这个琴 雪是高 这个琴高血压 那个琴瘫痪了 我就给他们就那样子开玩笑 因为他这些琴也是有不同的庇佑 不同的地方怀了他 所以我就给他 有些琴很满意我 是他给我给的那种感觉 因为我给他给了一种声明 我把他维修把里面的黄片给他换成 可以在舞台上面聚会里面 很多琴都可以演奏 2014年 在政府的支持下 道无然对山汉在塔城市创建的 全国唯一的首封琴博物馆 正式对外开放 如今 每天都有不少国内外的游客慕名而来 首封琴博物馆 也成为塔城地区文化旅游的一张名片 每个月我一进口到 我还是从淘宝晚上也好 从我们的周边的我们的朋友跟前来 我就开始继续收集这些首封琴 这些的首封琴里面 故事永远讲不完 讲不完 讲不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